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兆基 先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這支影片應該是可以在過年前發啦 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啦 對,那大家看標題就知道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什麼 就是新年穿搭啦 那這次的新年穿搭總共會有三個look 好,那我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第一個look是我身上這一套 這套風格會比較強烈一點點 我內搭是一個黑色若肩的高領棉T 然後它是短袖的 這件的繡衩是已經到我的手肘了 所以它可以單穿也可以內搭 我覺得兩個效果都還不錯 然後我外搭是一件紅色格紋的T恤 做一個內外的層次,然後把下擺塞進褲頭 這樣會看起來比較俐落 同時呢也可以調整整體的身形比例 讓比例看起來比較好 這件格紋T恤它的領子是黑色滾邊的 然後它的材質呢是有點微挺度的 不是像一般的那種綿的材質啊 綿的T恤的材質是完全是軟的 這些比較有英式搖滾的那種感覺 所以風格會比較強烈 那下半身呢 近期很喜歡的一個套組搭配 就是九分黑褲跟黑切爾西靴 這個套組呢我已經放在各種搭配裡面了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這套的大重點就是放在飾品上面 我很少帶飾品 除了手錶以外 也很少帶這麼多飾品在身上 脖子上面這個大長環的項鍊啊 非常的硬派 那比較硬派或是街頭的風格啊 比較適合這種大長環的項鍊 再來呢我手上呢帶了五個戒指 那我中指帶的這個呢 是線條感比較明顯的 雕刻紋路的 比較個性硬派風格 其他的風格就比較沒這麼強烈 像是皮革平面金屬的 或是樹面圓的這種 我本來想要全部都帶雕刻紋路 這種比較個性的 我覺得也很好看 如果整隻手都帶這種雕刻紋路也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我個人的特質 跟雕刻紋路不是這麼的符合 我覺得如果帶一個 還勉強可以接受 那如果整隻手 或是五個 全部都是帶這種雕刻紋路大型的 那種硬派的 就很不適合我 如果假如是那種比較man的男生啊 比較粗獷的男生 我覺得就非常的適合 也會非常的好看 再來手錶呢 是搭Nord Green的 先鋒系列升空灰 這隻呢真的超級無敵好看 這隻是我近期的大愛物 它搭什麼風格我覺得都OK 即使是硬派風格 或是比較柔軟一點的 我覺得都OK 那再來呢 我有搭一條手鏈 因為我的手比較細的關係 這樣搭起來呢 會比較剛一點 再來我下半身搭了一個腰鏈 那應該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種腰鏈啊 是不是有種過時感啊 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流行的東西了 是我小時候流行的東西 我跟你們講 No 腰鏈已經回歸一年多了 有很多歐美的硬派風格啊 街頭風格啊 或者是一些韓系硬派風格啊 街頭風格啊 會用到腰鏈 而且很好看 搭起來真的是超好看的 而且現在的腰鏈啊 設計感比以前更豐富更好看 像我身上這個是圈圈搭配這種鐵鏈 然後或者是有珠珠的啊 珠珠鏈子的啊 大珠珠小珠珠都有 或者是大小圈圈啊 或者是像彈簧 或者是什麼長方格鏈子的那種 有很多種 再來因為現在還是冬天嘛 還是會冷的 雖然說沒有冷的那麼誇張 也沒有像過往這麼的冷 但我覺得還是要加個外套 畢竟我裡面是短袖 我搭的外套是這個 短板的高裏 黑色的膨膨外套 那今年冬天如果你想要穿這種 厚的膨膨的麵包外套 不管是棉外套 還是魚絨外套 或是鋸子 什麼材質 只要是這種膨膨的 你們一定要挑選這種高領 然後短板的 之前是比較流行長版 雖然說你也是可以穿長版啊 但今年真的是比較流行短版的 那版型的部分呢 不管是一般版型 或者是寬版 我覺得都OK 記得一定要沒有帽子的 這個 因為之前都還蠻流行有帽子的嘛 那我這一件呢 是可拆式的 可以裝帽子上去 也可以拆掉帽子 這個look呢 是歐美硬盤的風格 那如果你不喜歡身上這麼多飾品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些飾品 全部都抽掉 抽掉呢 也是一個很好看的搭配 只是風格比較沒這麼強烈 再來是第二個look 這個look呢 是可以戴瓜皮帽的 也可以不要戴 那如果你有戴的話呢 會比較歐美一點 沒戴的話呢 會比較寒細一點 那我上身呢 是這個棕色厚挺棉梯 內搭白色基本版的襯衫 那這個厚挺棉梯呢 它的顏色其實是有點帶紅的 但是比較偏棕色的感覺 但是在螢幕上面呢 應該是看不太出來 那如果呢 你是不喜歡紅色的 過年的時候啊 你可以找這種 帶一點點紅 摸邊的顏色去穿 它是oversize的設計 落肩的設計 但是因為它的材質比較厚挺 所以像我們這種迷影啊 身型比較小的 穿起來 比較不容易被拖垮比例 然後這件下擺是寬鬆的 很適合裡面搭內搭 不會被外面這個啊 縮口給壓到 裡面的內搭會是順的下來 像我裡面這件襯衫 就是順著下來 順著下來呢 會有個慵懶舒服的感覺 那因為我上半身呢 是oversize的版型 然後比較寬鬆的 那下半身的部分呢 我會選擇修身的八九分褲 這樣子可以綜合我整體的比例 避免整個重量是往下走的 那如果你的身型比例是好的 你的身高是高的 當然你可以選擇 就是全長的褲子 或者是極鞋的褲子 也很好看 礙於我身高的關係 如果我這樣穿的話 真的會重量往下走 整個人看起來很沉 那因為過年啊 就是要給別人有朝氣的感覺 所以我才搭八九分的修身褲子 下半身就是灰藕色的八九分休閒褲 還有白襪跟老爹鞋 這一褲子的顏色非常的特別 它是灰藕色的 這顏色呢 真的是在外面很難遇到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呢 看圖片 其實是灰色的 收到呢 才發現它其實實體呢 是有點帶藕色的 這顏色真的蠻特別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一件是選擇 Node Green的先鋒系列收錶 然後它的藍色表面 金色編 然後咖啡色表帶的 那我特別選擇跟上半身 同顏色的表帶 同色系的表帶 我跟你們講 它這個新的藍色啊 真的很好看 它這個藍色真的很漂亮 很好看 你們可以去它官網看 然後 我覺得Node Green的 它這個先鋒系列手錶啊 我覺得很適合 喜歡手錶的是 北歐設計風格的男生 通常北歐設計風格的手錶 都會做得比較中心一點 男生戴起來呢 就會太秀氣 我身邊有很多比較粗獷的男生啊 就非常的不適合 戴起來真的就是會有點太娘 我說老實的 就是這個樣子 戴起來就是會太娘 但是這個 Node Green的先鋒系列啊 它這個呢 是做得比較MAN一點 因為它是雙眼設計 然後它又是42AM的表面 不像是以往的北歐設計風格 通常都是40表面 或是3連或是38 然後它又有一個厚度 整體看起來是帥氣的 同時呢它又保有 北歐風格的乾淨表面 這次呢我真的超推薦男生入手 我說真的 那如果你是男生 找不到適合自己的 北歐風格表款的話呢 真的可以考慮這一支 整個look呢是呈現一個 比較韓系休閒舒服的穿搭 那我現在戴瓜皮帽給大家看 你們看整體呢 就會變得比較歐美一點 韓系的成分呢就被抽掉了 我跟你說其實很多搭配啊 只要戴上瓜皮毛帽 或是瓜皮帽 戴上去就會 歐美感瞬間提升 因為現在實在是太多 歐美的穿搭啊 都會用到瓜皮帽 都會戴瓜皮帽 相較韓系的穿搭 就會比較少用到瓜皮帽 第三個look呢 是我身上這一套 那這個搭法呢 是我近期只要出門 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沒有什麼搭配想法的話 我就會這樣子搭出去 搭法簡單 然後單瓶取得也容易 我會選擇一件帽T 不會選擇合身的 可以選擇偏寬鬆一點點 你也可以選擇全oversize的也可以 因為是新年主題嘛 我選擇紅色漫威帽T 整件是紅色的 超級喜氣 然後內搭是黑色棕名棉T 做一個層次的堆疊 領子這個地方露出來 還有下擺這個地方露出來 這件上半身的漫威帽T 可以來說一下 它是GU的 它穿起來呢 其實相較基本版 他們的基本版來說 會比較寬鬆一點 但是也沒有到很寬鬆 我穿起來是有點小弱件 然後胸這個地方 是比他們的基本版 還要來的寬一點點 也就是說你穿起來呢 會有個擴胸的感覺 就是說非常適合迷你男來穿 穿起來身體 比較沒這麼單薄 會有增厚的感覺 再來手袖這裡的布料啊 它做的比較長一點點 這點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這樣看起來 會比較有設計感 然後它這件啊 裡面有鋪棉 整件的放縮還蠻高的 穿起來又厚又暖 然後又挺 這件真的還蠻推的耶 下身是選擇 褲長極長的 復古寬版直筒牛仔褲 還有黑色帆布鞋 非常簡單又有型的搭配 帽子是選擇黑色刮皮帽 我覺得每一個人 每一個男生 都非常適合這種穿搭 我覺得超不挑人的 而且如果你是不會穿搭的人 你就照著這樣的公式去穿 基本上它是完全不會出錯的 非常的安全 頂多就是顏色出錯 但顏色你可以選擇黑白灰 黑白灰怎麼搭都不會錯 整體是呈現一個復古休閒 帶點潮流感的look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新年穿搭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有任何的穿搭想法 想要一起討論的話呢 歡迎提出來 好 那看完影片還記得幫我按個讚 還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下次見掰掰